上周我忽然有了一个疯狂的想法 就是把韩国首都圈所有地铁站做成纸条 抽到哪站去哪站 后来我也确实做完了623个纸条 然后兑现了我的计划 进行了一场充满期待的说走就走的旅行 虽然旅行的过程中很累 但一切都是那么兴起有趣 当我筋疲力尽的回到家之后 我顺便决定了一下这期视频的目的地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那么惊讶 可能就是为了吸引你们来看吧 大家好我是在韩国班传的文大志 现在是韩国时间6月14号的中午12点半 是的我还没有起床 本来上个周末就已经决定好这周要去哪了 但我本来打算用一个周的时间来准备 但是我这周实在是太忙了 于是就昨天草草的在网上搜了一下中古站 大概有什么可去的地方 但是我现在真的好不想动了 我现在发现每个周末就只想在家躺着 可我还是要兑现每周一次旅行的承诺 要不躺了走起 我现在已经到中古站了 看这旁边过马路的海铁很贴心的设置了一个伞 中古站在7号下位于首尔的广京区 这里应该也是中国游客听都没有听过的地方 我现在要前往中古第一市场 一出地铁站就可以看到这个中古第一市场的介绍 手机店前面这个宣传牌子弄得好可爱呀 天哪我居然只带了信用卡 也不知道去那个市场可不可以刷卡 但愿可以吧 这种是韩国典型的半地下室住宅 这里是韩网上平分很高的一家小食店 肚子有点饿了先来买点点心店 这里东西还挺便宜的两个肥钱 我找了一家没开门的店 门口有一张桌子我在这吃火 旁边就是中古第一市场 这里也是韩国的传统市场 水果蔬菜 糕点 土色产 小吃店 各种咸菜 韩国传统食物 生活用品 花卉 面具权 这里没有想象中的大海 每个店铺的门口都会有一个这样带有小怪兽头像的招牌 我现在已经从中古第一市场出来了 在街头漫无目的地走 本来打算去一个溪谷的 但是离这儿有点远 做空只要大概要一个小时 于是我还是选择了去离这儿比较近的一个寺庙吧 很不幸的我在这里把手机屏幕摔碎了 但它还是身残之间的陪我完成了今天的拍摄 往寺庙走的这一路都没什么人 真的特别安静 这里是龙马山的龙岩寺 挂着很多黄色的漂亮的小灯笼 然后现在因为疫情原因关门了 我实在是太累了 不知道是不是上了年纪的关系 走这样子就再歇一会儿 真的好安静 感觉现在回家又太早了 一身累成狗的我选择了去爬山 先在这边玩一会儿吧 这又是龙马山的地图 我现在在山脚 现在要去龙马山亭 我真的真的知道了 我真的爬了 真的一点点地爬动 这么一看我真的好久没爬过山了 好累啊 其实我现在已经体力不值了 但我还是想坚持到山顶 于是我就坚持 坚持 我刚才以为我要晕倒在山上了 差点像路人求救了 赶紧找了个地方坐下 现在好多了 不得不说真的是站得越高 看得越远了 这是我用命换来的景色 给你们看一眼 下山 山上健身器材配备了消毒液 真的是很贴心了 我发现我真的是走到哪躺的呢 最后我打算来一下咖啡店 喝点东西 直接穿梅店 这家咖啡店很小 但是装修的很有情调 韩国的咖啡店好像装修的都特别有情调 我点了一杯茶 老板还赠送了我一小杯新品 让我尝一尝 我现在从咖啡店出来了 要回家了 我已经到家了 今天真的要累死了 也是怪自己有点勉强 本来今天状态就不好 感觉特别特别累 然后我还非要登山 登到那个八角亭上面 结果就差点晕倒了 真的我差点可能差点就回不来了 完全是凭借着我为了给你们拍视频 强大的意志力 支撑着我安全回来的 对了 我在给自己自拍的过程中 还把手机屏幕摔碎了 这次旅行也算是蛮坎坷的了 不管怎么说 人这样到家了就好 这样我才能给你们 跟下一期视频 那我的第二次抓牛鸡铁鱼行 也就这么坎坷的结束了 那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啦 拜拜 哎呀